印度电影又开挂了 在《乌沙满天际》和《调音师》 为我们打开印度悬疑电影的大门后 2022年 这根接力棒 传到了一个星期四手上 上映不到一个月 文文守住八分门槛 女主名叫小娜 人美心善的她本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很受孩子们的喜欢 可这天 她却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小娜拨通报警电话 声称自己劫持了16名孩子 文林响起 首先赶来的并非警察 反而是毫不知情 给孩子送食物的司机 可她刚放下食物 就看到了小娜腰间的手枪 司机被五花大绑留在了这里 刚绑完司机 清洁工因为找手机 回到了幼儿园 就这样 小娜又收获了一名人质 18条人命就这样握在了小娜手中 事情闹大了 警察迅速封锁了幼儿园 此时 小娜也提出了第一个要求 让一个叫老贾的警察过来 老贾一脸猛逼 只能匆忙地赶到现场 此时 小娜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5000万美刀 一小时内送到 就会放走一个孩子 否则就会按名字字母顺序四条 小娜说完 立刻录了一个视频 发到社交媒体上 正式开始直播绑架 情绪失控的家长 纷纷围堵在幼儿园门口 老贾说先给赎金保住孩子 女长官却不想被小娜拿捏 她觉得小娜只是一个女人 肯定不会真的开枪 女长官下令准备强攻 可这一切都被记者直播到了电视上 小娜站在门后连开三枪已是不满 然后她叫来了一个 字母排在一的小男孩 小娜拿出手机 直播小男孩欢呼雀跃的样子 下一秒就拿着枪对准了孩子 男孩还以为这是游戏 开心地跳着 屋外的母亲看到屏幕上 儿子被枪杀的画面 顿时瘫倒在地 但小娜却非常淡定 在处理好男孩后 很快 她要的五千万如约到账 小娜也信守承诺 随机放出了一个小孩 但她这一系列恐怖直播 在社交媒体上被推上了舆论高峰 铺天盖地的恶评迎面而来 而小娜却不予理睬 并向老贾提出了第三个要求 孩子们正闭着眼睛玩着游戏 却不知身后的老师 正拿枪指着他们 还举着手机 将这一幕直播到了网上 此刻他们的父母 正惊恐地观看这场直播 此时小娜提出了第三个要求 她要和国家总理通话 否则会再杀一个孩子 瞬间 社交媒体上 全部都是关于这场直播的讨论 数以万计的网民开始谩骂小娜 与此同时 老贾传唤了小娜男友 两人已经交往七年 她说小娜精神很正常 没理由报复社会 此时 反对总理通话的网友投票 已经增加到了75% 总理秘书认为应该顺从名义 因为新一轮的选举即将到来 但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们 总理于心不忍 还是拨通了电话 谁知小娜得寸进尺 除此之外 她还要老家找两个人 作为交换小娜又释放了两个孩子 但就在这时 几位部长为了总理的仕途 擅自做主 拒绝了见面的要求 一气之下 小娜把清洁工 司机和一个小男孩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发起了一场杀人投票 一小时后 票数最高的人将被撕票 另一边 警察在小娜家里 搜出了大量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老贾立即怀疑小娜的男友撒谎了 一把将她按在了墙上 混乱中 男友的手机不小心拨通了一个电话 而电话那头刚好是她的记者朋友 五年前 小娜父亲去世 他确实做过一段心理治疗 但早已痊愈 老贾打消了怀疑 但这段话已经被另一头的记者 悄悄录了下来 为了利益 他不顾那些孩子的安危 曝光了这段录音 还声称小娜是个有神经病的疯子 这对于这场绑架来说 无异于火上交友 这时 刚刚的死亡投票出了结果 91%的网友都选择了司机 小娜立即掏出手枪 突然 清洁工挣脱绳索推倒了她 趁机给司机松了绑 三人顿时打坐一团 一声枪响 吓得围观群众四散逃窜 屋内 司机右脚重弹 而接近疯狂的小娜 向总理下达了最后通牒 印度一女大学生深夜看完电影回家 却在路上被六名歹徒 拖上黑公交轮 致死 这就是载入印度历史的黑公交惨案 根据官方统计 在印度 每16分钟就会有 英明妇女被XXX 可印度司法的漏洞 却让那些魔鬼逃之夭夭 16年前 这辆校车上 女孩正吃着蛋糕 下一秒 司机对她露出诡异的微笑 她被侵犯了 这个女孩就是小娜 16年后的今天 她绑架学生就是为了能和总理 有一次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小娜架起了手机和聚光灯 准备把和总理的谈判 进行全程直播 与此同时 老贾找到小娜的母亲 一见到小娜母亲 老贾记忆的闸门一下就被打开了 原来在16年前的一天 还是小景元的老贾接到报警 一个中学女生被校车司机侵犯了 但当时局里刚好有一个重大枪击案 年轻的老贾一心想立功 并没有放太多精力在这个枪击案上 以至于两年都没有破案 此刻面对小娜母亲 老贾羞愧不已 如果自己当时找到凶手 或许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 而小娜让她寻找的那两个人 应该就是当年的凶手 但遗憾的是 警察只找到了其中一个 另一个人仿佛人间蒸发了 这时 总理的车队来了 他立即上前向总理阐明了一切 但总理不能轻易涉嫌 只能在屋子外面和小娜谈判 听到这里 小娜立即挂断了电话 接着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清洁工和第一个一姓的小娜还走了出来 原来小娜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孩子 而这些疯狂的举动 都是想引起总理的注意 于是 总理决定走进幼儿园 小娜打开了直播 首先 他让总理亲自按下电脑的确定键 把自己勒索的5000万 转给了10个妇女保护组织 接着 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XX犯判处死刑 多年前 他和家人 曾努力要求警方逮捕XX犯 可始终未被重视 直到现在小娜都会害怕男友的拥抱 害怕男友知道真相后把他抛弃 作为一个女人 总理感同身受 但立法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他对小娜说 保证将两名凶手绳之以法 谁知小娜却说 不必了 因为此刻他就坐在你的身后 原来幼儿园的司机就是当年的凶手 而警察找到的那个只是刚凶 三个礼拜前 这个男人来学校应聘校车司机 虽然他已经改名唤醒 但小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担心这个恶人 有一天会对自己的学生伸出魔爪 这才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大戏 他是故意让司机来送点心的 说着 小娜激动地举起了手枪 就在这时 司机一把抢过老假的枪 想和小娜同归于尽 至此 这场绑架直播终于落下了帷幕 小娜亲手为自己报了仇 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 故事的最后 印度以绑架案发日星期四为名 提出了有关保护女性权益的星期四法案 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四 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星期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一个星期四 欢迎关注科幻战监 我们下期再见